大家好,我叫瑞琳 我是畢業了幾年的年輕人 現在在教會裡面 就全時間真的侍奉 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述年蘇前和後的經歷和改變 在實際上,我已經犯罪很嚴重 內心很痛苦很不快 我很喜歡說粗口,說謊和賭詞 在小學,我跟同學在班房的桌上賭硬幣 在家裡,我跟爸爸賭啤牌 跟著賽馬就擊倒跑馬 在家裡也賭,賭不上一局 那時候內心知道賭錢不好 但是勝過心人 給一些賭錢,罪惡,捆綁住 除此之外,在五年級、五年級 放學之後,跟同學 通常都留念在街上,好東西才回家 試過在屋邨樓下,吼吼吼吼吼 拿一些球板,打到小朋友那裡 打到頭,沒有流血 但他哭得很嚴重 試過在兒童機店裡留念好東西 去到好東西都不捨得回家 粗口越說越流利 其實還差一點有黑社會 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怎麼愛家人 我不顧念親情 二年級 我姐姐她一次幫我買回去 我就在那裡一拳圈打她背 三年級的母親節 三年級的母親節 因為我媽媽有些事情她不相信我 我去廚房拿刀說要斬媽媽 去到中一 我現在有一次認同我媽媽和爸爸 很囉嗦,很煩 我一副鼻氣,快點死 我很相信這句說話很傷他們的心 其實那時候不單止我帶給別人痛苦 其實自己心裡面也很痛苦 很多事情知道不對,但改不了 覺得人生沒什麼希望,沒什麼意義 但我很感謝神 在我中一,我姐姐帶我回教會的聚會 有一次的聚會裡面 我被基督徒的改變 和主耶穌的愛 昨天還有感動我 我決定相信主耶穌 有一個回家的時候 好像有些石頭 有些重膽放低了 心情很輕鬆 回家的道路是很快樂 我靠主耶穌慢慢就解了 沒有說粗口 沒有說大閥,沒有賭錢 在中三,有一次 班裡有人開辦到英超外圍波 一住五元 一賠十一,中了就五十元一住 那時候也有一個很大的吸引和誘惑 但是都是同一同学友情的考验 那我就祈祷 那我呢 最后我就没有落到住 赌到钱 我靠耶稣呢 他给了力量胜过一些罪恶 那我有估过赛果 其实估中了 但是我没有因为呢 我没有赚到钱不开心 反而我心里充满着忧恩 一方面靠耶稣 真的可以胜过赌钱 另一方面呢 我在班同学面前 有一个很好的见证 我见证这位神的 就是好 他的真实 主耶稣呢 都教我呢 知道我是家人 我不再说出口罵他们 不再打他们 我反而呢 会关心他们的需要 和他们祈祷 有一段日子 我妈妈因为家里的问题 很不开心 我就识问了她的安慰和支持 有几年的时间呢 我就跟我一拳打她的姨家姐呢 就是两个人住的 但是这样子 我们呢 一起相处好和諧 互相支持 他帮我 我帮他 他说过两句话呢 很感动我 第一句 在吃饭 他听我爸爸面前说 祭祷上的主耶稣 乖了很多 第二句 在结婚 他结婚的时候 有一些兄弟节目团 一起开会商量一些东西 他呢 他有一些表达他的感受的时候 他说 他猜不到 竟然会有 少少不舍得 这个乖子 跟我说 我心里很感动 我心里很感动 我感谢神 我爸妈呢 都先后信了主耶稣 主耶稣 他手里的家呢 更加和谐 和充满爱 我想起呢 在我同学的时候 有个同学他这样称赞我 他说他一生人里面 没见到像我这样 公年正宁的人 我想起 其实在那个时候呢 已经很爱普打不平 还有少少粉饰浸足 不知道会不会 和看得太多 武学小说和黄飞龙有关呢 那在小学的时候呢 我学钢琴 我见到一个钢琴马上 他对我身边的同学 有一些不公平的行为 接着呢我跟他说 叫他说道歉 但是他当然没这么做了 之后呢我就办学钢琴了 去到大学的时候呢 我见到一些同学 一些虚假的行为 和一些学会 一些装 那些黑暗的事情 我试过呢 出声真论 但是呢 申诉不成功 我说个人好气愤 我呢试过打场 试过打一些学校的巴士 打口巴的那样的巴士 但是呢 后来我明白到 为什么这个世界 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 其实是说出呢 人心里面呢 很需要认识这位主耶稣 他心里面呢 很需要有力量 能够胜过罪恶 胜过自私 其实在未信耶稣之前的 我都是这样的 我不公义 但被人麻烦 大宝贵呢 主耶稣改变了 在神的感动 和打领之下 我在一五年的岁月份 我就决定 全时间去使用和导导 在这些年间呢 帮过很多年轻人 认识这位主耶稣 他们的生命呢 有改变 有新的改善 我这样的试图呢 知道怎样 才是真正当作一个人 我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认识到 这位可以改变人 我爱心里的主耶稣 我分开这么多 谢谢